板前壽司的創辦人鄭威圖Ricky-san 近日經傳離世的消息 Ricky-san在2017年確診兒臟癌 近年在日本接受治療 据報他今個月初在東京病逝 他的好朋友上星期二在社交平台發文 說Ricky-san不敵牙膜 在今個月初與世長遲 Ricky-san在1996年 從日本引入未遷拉麵 之後再開設板前壽司和板掌壽司 在2008年1月 Ricky-san在日本築地市場 以34萬港元投得 有日本一支稱的南奇吞拿魚 成為香港第一人 Ricky-san也先後與觀音娜 以及徐淑敏合作 拍攝TVB日本飲食節目和味無窮 而TVB的劇集和味農情 更加以Ricky-san的法績故事作為南本 鳳頭一時無量